這單換掌基本上應該OK了吧 很快再帶一次單換掌 好 啟示 好 第一件事 重心壓出去 陸地是為了要讓我們上步 這時候內扣 向內旋轉 這個其實它是順時針對不對 轉到九點 然後慢慢的整個身體都轉正了 腳掌這個時候一定要記得也擺步 讓我們的腳尖向正前方 可以移動重心 那移動重心就是為了上步 在這個時候換過台 每次換邊 重心先壓 然後上步 上了步以後 來 這會兒就變成逆時針囉 轉到了三點 然後轉到十二點 腳掌一定要跟著擺步 重心前壓 左手包著它 慢慢的重心前移 上步 就是單換掌 完全一樣的 中間加了一點不一樣的地方在哪呢 來看第二掌 好 一樣重心前壓 一樣的上步 內扣 一樣的順時針 這裡到這邊為止都一樣 甚至轉正這時候也一樣 不同的地方在於 單換掌這個時候要收拾了 可是我們雙貫掌 這時候是重心往前 那時候 右腳要上步 穿掌 有啊 穿完了以後 右腳後部 左腳 離起 要往後面踏步 往後面踏步插下去 就變成了一個瀑布 然後慢慢的頂起來變成功步 右手外插 重心往前移 上步 換掌 這是第二掌 這是第二掌 換邊哦 回到這裡好了 好 一樣中心先移 左腳上步內扣 移石針 轉到三點 右腳擺步 身體轉正 好 這裡開始不同哦 其實你右腳尖這時候 先擺一下下 方便你重心往前壓 左腳上步 穿 好 穿完了以後 先站穩了 這是一個大功步哦 穿完了以後 左腳內扣 右腳抬起 抬起方便幹什麼呢 當然是為了上步 可是這時候 右腳的上步方向是往後面踏 對吧 插下去 變成了一個脫步 慢慢往前頂出來 左手握過去 握過去以後呢 注意中心壓過來 方便你的左腳去上步 換掌 有沒有 很大不一樣 就是它多了一個公步 等於我們循序漸進 從區步到公步 來 我們再注意那個公步 好 預備 好 中心壓 右腳扣 好 好 好 順時針到九點 預備 腳擺步 轉到十二點 中心壓出去 中心壓出去之後上步 穿掌 我們這時候上出去穿掌 到這個地方 一定是公步 這個要留意 把公步踩清楚 長度要夠 然後後步 中心壓回右腳 我腳就抽起來 但反腳抽起來的目的都是為了動它 所以往後踩 下叉 慢慢往前頂 慢慢往前頂 頂之後 右手外包 中心繼續前壓 方便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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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到三點 轉到三點 轉腳 才能上步 這會兒上步 記得一定是右腳先擺一下 方便我們上大公步 空間有點小 上大公步 還穩了 但是站著不動 確定一下 確定自己把公步站穩了 然後 然後 左腳扣 右腳抽 抽起來 目的是為了 往後踩 好 頂起來便公步 左手 左手 外插 重心 重心繼續往前移 左腳就可以抽起來 上步 好 沒有事的時候腦子盡量多想 好嗎 我的影片反正到時候你們可以放著影片看一看復習 好 來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三掌 讓我們注意 我們現在這會兒呢 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這個扣步 我們這個上步扣步 內扣 有時候是扣向圈心 這邊是圓形嘛對不對 我們起勢的時候 一定是向著圓心 你的手一定是伸向圓心 那內扣的時候 像我們的第一掌有沒有 他這一扣呢 就使我的身體轉向了圓心 對不對 第二掌也是 那 不過第二掌中間呢 加了一個 內扣是向圈心以外 向圓 以外 第二掌多了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要注意 有時候一扣向圓心 但是有時候呢 一扣向著圈外 那這個時候啊 就注意 我們這種情況都是在圓周上打滾 在圓周上打滾 他目的就是讓我們的身體啊 除了在圓 圓地 進行自轉以外呢 也通過在圓周上的公轉呢 產生身法上的各種旋轉 延長跟變化 所以那個後部有時候向圈心 有時候向圈外 稍微留意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第三掌 它是要向圈外 你就用這種方式 也許你練了時候 比較不會太費力去激勵 你看啊 它一開始先重心往前壓 要先踩一步 不踩這一步 你沒辦法向外扣 接下來呢 左腳要上步了 向圈外來扣步 就身體轉向圈外 然後前腳扣步 用這個方式來記住 昌隆白尾的那個落腳的特點 踩一 每次哦 中心前壓 先來第一步 中心在前壓 來一個第二步 好 那這個時候我的手在幹嘛呢 我的手預備 預備幹啥呢 右腳要向右邊 其實還是圓周 踩一大步 左手就向著它 遠遠的蓋出去 來吧 你看這伸展的地方 就會跟前面不一樣 好吧 我們蓋了以後 注意 前腳呢 要抽回來 往後踩 你看活動的幅度是不是比先前大 所以它一點一點的增加活動的幅度 然後就是第一次擺尾 你看這尾巴 這樣擺 好像魚的尾巴一樣 轉了一下 對吧 所以叫蒼龍擺尾 那它轉完之後就換它也轉 對吧 那轉是最後轉到哪呢 轉到 掌心向前 你看哦 現在右手是不是轉到掌心向前 等一下呢 換成左手 轉到掌心向前 對吧 那我們原地多轉幾下試一下哦 就這樣子 嘿 轉一下 再嘿 轉一下 這其實就是扁蛋功能 轉 可以嗎 轉 轉 其實兩下就好 好 完成以後 這一掌的基本功夫已經變到了 那我們就把重心拉回來 擺插 上步 做完了 可以嗎 OK來 我們不要著急 慢慢讓你的思維可以跟上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來一個 還是蒼龍哦 重心前壓 方便上步 再前壓 這回的上步 就是內扣 可是它是向圈外內扣 聽嗎 這個方位概念一定要有哦 然後 扣完了以後 我找大踏步出去 右手 右手 大踏 長出去 幅度幅度是不是大 好 蓋完以後 左腳要衝哦 抽起來 往後退 小的都一直踩到東西 退下去以後 右手就從你的身前哦 因為你剛剛蓋的時候你的手就包在這裡 那你現在就在你的身體前面 往內 貼著下去就好 貼著下去 然後慢慢慢慢往前頂 好 等一下 對不起 頂到這裡呢 這樣子就是一個擺尾了對不對 等一下 剛從這邊 後部 對 對 然後 第二個擺尾 對 沒錯 慢了以後 都忘了 慢慢頂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第一次擺尾 我們再擺一次 對吧 原地哦 多擺兩下 好 擺一下 二 發功部 再擺一下 擺一次哦 好 我們重心要回來了哦 左手外插 有沒有 好 這個就是蒼龍 那 我怕太 因為好久好久沒複習了 我們今天盡量的都複習一遍 所以那個蒼龍就先到這兒 我們整個都 不習完一次 然後有時間我們再聯起來打 好不好 那老師能不能 這個這個姿勢 背對我們擺一次 背對你們 類似 我不確定 用這種方式 擺盡都可以起 所以現在是右腳在 哪隻腳在前 只要是你的左手伸出去 就一定是左腳在前 OK 可以嗎 這是大原則 好 這時候一定是左腳在前 我們從這兒開始哦 好 重心壓一下 伸出腳 第一次 好 再壓出去 所以這一次的上步就要 扣囉 對不對 好 扣了以後 那是右腳上大步 左手大概長 對不對 看哦 這樣 出去 一腳 對吧 這樣出去 伸身 出去 然後呢 前腳要退啊 前腳退 這個時候 再繼續退 從最前面退到最後面 然後插下去 領起來 變成公步 對不起 我左手不應該退 變成公步的時候呢 就繼續旋轉你的右掌 讓它變成第一次白尾 我看 這樣你們反而看不到我了嗎 哦 擺一次 就變成左手邊的擺尾 動心回 外插 上步 這樣有比較有幫助嗎 有 可以嗎 有啊 因為有時候還在有點近視啊 那個 對著 對著一幕看 左右有時候會搞混啊 可以理解 對嗎 對的話 我們 蒼龍就先到這 好 那我複習一下 鑰子 好不好 鑰子 來 好 一 鑰子呢 中心還是先往前 好 這次是內扣 是轉向圈心的內扣 對不對 什麼都別動 先扣好再說 然後呢 左腳外擺 左手就跟著移到這一點 可以吧 好 到這邊可以嗎 他就只是轉過來而已 然後 左掌心呢 就朝下 好 這個時候呢 右腳要上部 向圈外扣步 你們都看不到我了 變成這樣子 可以嗎 我們剛剛什麼都不動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向圈外扣步 就長這樣 可以嗎 你看我的手在這裡預備 對 也就是說 再一次 也就是說 我剛剛這樣 轉過來的時候 我的右手 其實是可以不退 如果是怕大家搞混 好 那麼 有一種教法是這樣子 我轉過來的時候 右手就先退到腰肌 然後等一下出去的時候 再上 如果練熟了 其實可以不用 那不然我們還是先退到腰肌好了 這樣你們點會比較清楚 好 來 二 退到腰肌 其實以後是不用這樣練的 東西往前 右腳上腹內 好 看不到我 從你的正中心線 往上旋轉 所以這個旋轉很重要哦 這兩個手其實有一點微微的向內 微微向內 然後一向內呢 他就轉上去了 那他轉上去的時候 右手上左手就乖乖的下 這才會形成撐開來的作用 對吧 那我要回去剛剛的點哦 剛剛是在這裡對不對 好 接下來重心交右腳 左腳就可以起來了 前目的是為了上步對不對 前目的是為了我們左邊跨一個大步 就是鑰子的翅膀 來拍一下 右翅膀 右翅也拍一下 兩邊都拍一下 左翅又拍一下 你說為什麼剛剛擦龍擺尾只有兩個 這為什麼三個呢 因為他這樣才能換式啊 可以嗎 好拍完 我們先做完 拍完 重心回 外插 就可以上步換插 有嗎 那我們這一招比較不熟一點哦 再來一次 同邊再來一次 好 看 重心前壓 上步內扣 擺步轉腳 身體也轉動 其實收到腰劑哦 我看你們不要變成這樣 因為這樣轉真的是太多了 你們轉到這裡掌心還是朝下 這樣比較好 再一次哦 重心前壓 上步內扣 擺步轉腳轉身 這個時候就這樣 掌心朝下就好 可以嗎 好 等一下我解釋為什麼掌心朝下比較好 重心在前壓 上步向圈外扣 左手降 右手伸 一定要眼睛看手哦 左手一定要壓 再一會兒 這其實可以是一個抓 重心交右 重心交右 左腳抽 左腳上步 拍一掌 換右邊 再換左邊 重心腿 外叉 換左邊 左邊 紅邊再來一次好不好 等一下 如果同邊熟一點 換邊會好一點 來 重心前壓 上步內扣 轉腳轉身 重心前 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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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上 層外 左腳 有聲 上步 內扣 向圈外 左腳 有聲 换右掌 再换左掌 左右 右手叉 换右掌 好 我们现在换右边练习了 来试一下 一 重心前压 二 上部内扣向前心 三 转角转身 重心前压 上部内扣向身外 左伸 右降 左伸 右降 起 踏步 右边掌 跟别跟着 左边也一掌 再右边一掌 重心退回左脚 左手叉 重心压出去 上腹换脚 我们右边也再来一下 那我们右边也再来一下 好 要紧 重心压前 上部内扣 上部内扣 转角转身 重心压前 上部内扣 转角转身 重心将过 右搖偷 上部开一掌 再开另一掌 并三掌 我们做好 重心回 外插 重心前腰 上部 好 先说话 那个拍掌的时候 第一掌出去 我看老师好像第二掌 是有跟他一个前一个后 对对对 然后就是第二掌的时候 第二掌因为两个手 都已经差不多伸直了 他都是围弯的情况 就是你拍这一掌 其实因为连起来做的时候 你看你会觉得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其实他 我说明一下 因为说明一下 包括讲的劲是这样子 他一方面让你身体 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下鼓起来 鼓起来之后 他就要做一些震荡 这个震荡就是这样左右的轮流 所以一二三 那如果是像这样的话 一二 他就 一二 他是因为这是旋转 如果是像这个的话就很明显 他是这样 往这边鼓一下 往这边再鼓一下 那你说往右边鼓的时候 左手在干嘛呢 左手隐隐的也往后边鼓 这样才能有撑开来的作用 但是呢 重点一定是放在这边多一些 那往这边的时候 重点就换到另外一边 右手同样也鼓 但是呢 那个幅度会小一点 可以吧 那我说明一下 因为八卦档的练进方式 因为谈到这个钥子 那大家也许听一点 会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概念 因为我刚刚说八卦档的运进方式 它有这种这种练法 它把那个力量通过旋转的方式 鼓荡出去 那某多老师设计这个钥子穿帘 我认为是很聪明的 高明的做法 就是说一开头啊 你们做这样的练习是很难到位的 可是用这种方式呢 很和缓的 同时也很养生的 做这样子的 右一鼓左一鼓再右一鼓 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 那个鼓荡的味道有出来了 你在练习我们后面的那个花劲脑 就会有一定的基础 说明一下这个概念 对吧 那我们刚刚说这个东西啊 你看这个 因为包括长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并不是说我手从A点去打到B点 这不是这样子 它的手通常都是想办法 它有很多种像滚转的这些运动路径 然后想办法在滚转之中贴到对方的身体 像贴到对方身体的那个刹那刮劲 所以发的那种劲呢 你说不是这种打的劲 它是贴住以后是那种滚动 滚动中震荡的那种力量 把力量打到脏腑里头去 所以它的练法是这样的练习 那你们这个礼拜呢 我觉得我们好像很久都没有上到八卦掌了 昨天有时候停课 然后停课之后又好像又刚好八卦掌都停到了 那所以我们就来练习一下这个狮子好了 多一点进度 那你们可以多多早时间复习 好吧 狮子 我们这里还是开始 还是从这儿 又是中心前移 还是上部内口 都一样对不对 可是注意哦 这个地方转角的时候 身体转过来的时候 我们是下叉 不一样 就在这儿 那我的老师说啊 这个下叉要尽量练习稍微低一点 因为练的点不同 对吧 尽量练习 我们就先做这个 慢慢来 好 中心一 前压 二 上部内扣 转角转身的时候下叉 这是下 下完了之后 右脚又上部内扣 向圈外 重心交右脚 左脚起 这个时候 左手呢 就在你的额头前方 围围绕了一个弧 放下去 行吗 好 很多人觉得这招很好看 我觉得这招其实很难练 他那个 他那个 他又是单脚又是旋转 有一点需要平衡感 我们慢慢做好了 好不好 来 身子揉手 好 中心前压 上部内扣 转角转身的时候下叉 好 中心再往前 右脚上部内扣 左手就在你的额头前面 微微转了个圈 右手就绕大弧 来到定点 前方 两手都在转 这是前半招 但是重点都做完了 柯姐要说话吗 来 要说话吗 你右转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不是右脚要怎么样摆一下 要不然好像会拧住 右脚要摆吗 你看这个时候是 你讲的是下一招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上部内扣 对不对 上部内扣站稳了以后 应该就不能动了 因为这时候你左脚要腾空 左脚腾空你的右脚不能再动 不动的话身体反而更不稳 所以右脚是有一点内扣 对 右脚是内扣 就你上部的时候就内扣了 我刚刚口令说是上部内扣 上部就踩稳 踩稳的目的就是说 等一下你另外一脚要腾空了 所以你千万不能这脚再动了 好 对吧 我们再一次喔 好 中心前压 一 二 上部内扣 二 转身转脚 小叉 上部内扣 这个时候你看喔 右手是绕大扶 OK 绕大扶 左手呢 绕小扶 我对你做慢一点喔 右手大扶 左手小扶 转过来 到这里 好 好不好玩 这里可以站住的话 稍微站一会 好 然后呢 左脚就要退 左脚就往后退 那你看喔 左脚后退 这个前面的手 刚刚不是长这样吗 那在他退的时候 他会往内钩 去贴着肋骨 插上去 肚骨 肚骨 顶出去 右手外插 好 这里喔 我们还是要用虚部换掌 好 来到这地方 虚部 再回来 外插 换掌 上次有说过 换掌最后这一动 有说虚部 有说功部 练的点不同 各有它的作用 那我们这里都统一 还是用虚部换掌 那我们再一次喔 好 身子揉球 一 二 上股内扣 转身 转脚 下插 动心往前 右脚上股内扣 推 右大股 左小股 起脚 到定点 挖 能站就站 这个话呢 左脚退喔 左手 向这里勾 踩到东西 下踩 下踩 插下去 到这地方 虽然这里先变成工部 回来还是再去吧 好 好 我们再一次喔 一 二 三 下踩 上股 上股 回扣 右大股 左小股 右脚 右脚退 右脚 左手勾 下肠 重心回 重心回 我们换一边喔 好好好 来我们再做一下右边好不好 刚刚左边做了三次了 要换右边试试看 重心压前 上股内扣 想圈心 你们的心里一定要有个圈子喔 如果没有那个圈子以后 你的方位都会搞混的 这是一个大圈子 这是圈心 像的圈心 然后转脚转身 右边 下肠 慢慢重心前 上股内扣 左大股 右脚 空间不够了 我往前一点 到这里的时候啊 右脚落地 右手内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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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扔起来 重心一扣 那我们再做两次好不好 把这个诗子的右边再做两次 然后等一下再把它连起来的影片给你们再看一次 好 好来 好 重心压 左脚上股内扣 向圈心喔 转脚转身 下叉 下叉 上股内扣 下叉 上股内扣 右小股 左大股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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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勾 右手勾 右空间 下叉 要跛 右脚 再上股东西 在里面 下叉 高 遇到股中 都こ N 땡 风头上足 壓 上腹內扣 半腳轉身 下場 上腹內扣 手上扶 右下腹 右腳推 右手勾 下腹 插下去 扭起來 右手勾 下腹 上腹 右手勾 下腹 上腹 我們再看一次臉起來的樣子 沒有試的時候你們就可以一邊想一邊筆畫 就跟練書法是一樣的 沒有在寫字的時候也要練習這麼做一做轉一轉 這是第二掌 一定要記得先穿 跳出去 右手勾 上腹 下腹 上腹 上腹 三長 第一次 第二次 一 一 開始 這個樣子 上後翻 三 一 右边 往后穿 右 左 右 最轻的 检查下去 可以吗 脚踩 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呢 如果还可以 我们战一下装好了 等一下你会比较舒服 谢谢大家 好 好 我先把你的 今天這樣可以嗎 我們今天連續這個教跟複習的時間多了一點 那但凡你們是在注意力是放在學習招式的這件事情上 有時候會有可能會比較累 今天不敢練太久 我們就到這裡喊了 好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